有心理學家曾經說過 對於飢餓的人 有食物的地方就是烏托邦 自由、愛、尊重等等 不可以果福的食物 對他們都是毫無價值的 經過百多年的發展 香港的經濟實力已經在這身世界前列 香港人特別是新的一代 在物質生活以外 更加渴望心中富有 在物質生活中富有 令我離不願意追求 請不收起溫馨的愛 留在心中的一張信仰